那时候的台湾还没有资讯也没人听过 每个人的户口和便宜资料都记录在纸上 银行转账都是大阵仗 看医生病例无法连贯 飞航交通与气象都只能靠眼观四面而听八方 我们一样一样开始做 让每个部会与乡镇都能串联起来 再艰难的问题我们通通使命必答 于是台湾的资讯基础建设就这样被建造起来了 我们甚至努力让家家户户都可以体验平价的连线 对那就是地内坡街上网 网络把大家都远起来了 不过还有很多地方还感受不到 网络这活水离他们很远 深山和偏乡要能与都市一样谈何容易啊 但我们不轻言放弃 我们开发更特殊的技术 让山里的连线能更加便宜 省电又快速 从第一个部落开始 我们把设备扛上山 让网络在山上一样畅通 于是天香引进了活水 一个两个十个五十个经过十八年从研发到固件 在行政院科技汇报经济部圆明会通船会卫福部及中华电信与远船的支持协助下 我们一直努力着 直到现在已经三百多个 这些成果很难被看见 不过对的事情还是要坚持 甚至后来又推出了可以掌握搬车到达时间的首摇公车站牌服务 这两项都是分别得到2013年及2018年 美国百大科技研发奖的国际级优良技术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美好的故事 大家好 我们是苏西湘卫生所的医疗团队 现在已经来到部落了 请有需要服务的民众 期待您的电话卡前往 部落的行动医疗对于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传统的处理方式 常让医令拿药和检查结果 都无法做及时的处理 在有了iTrap免费无线网络之后 再也不用用人工和纸本记录 只要一连线 所有记录和服务就顺利完成 这是一个老妇人 在台东南回公路上等待公车的画面 一根孤零零的公车站牌紧铃大马路 它只能利用栏杆阴影勉强地挡住烈日 等待一小时才一般的公车 在这没电没网络没经费的偏乡地区 如何让贯穿城乡连结的公车路线 可以在电力 资讯量 评宽与建制成本的最佳平衡下 消灭城乡的落差 这是科技可以担负重任之处 实施场域的新竹兼石乡 乡长这么说 一摇就知道说这个公车 你要搭的车在哪里 大概几分钟就会到这个位置 住在平地的可能不觉得 这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能够在原乡 这个是全国第一次 很多我们乡亲都觉得太方便了 iTRAP 突破区域的限制 改善了原乡弱势的一个教学环境 位在海拔1230公尺的巴能国小学童 因为iTRAP 的使用 我们能够跨校 跨县市 甚至得到跨国的资讯 在老师用心的指导之下 我们学生的学习更正向 更具有效用 同时也大大的提升校内网络教学的便利性 我很喜欢这种上课方式 因为可以跟别的年级的小朋友 和别的学校的小朋友一起上课 老师还是外国人 我希望这种上课方式可以继续 这样很多学校就不会被废校了 个人的小工作室要行销和销售 充满部落特色文化的商品 本来是件要花很多精力的事 但若能够透过iTRAP 免费无线网络 来支援电子商务 整个状况就马上不同了 透过网络其实会更多的人去搜寻到你的作品 想要跟你购买的那个意愿 所以很多都是借由那个网络的搜寻 然后就是我们接到了很多的订单 如果有了这个iTRAP这个网络之后 让我们这个三光里大家都非常的方便 我们跟这些消费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水果都非常的新鲜 快速的送到消费者手上 透过医疗连线健保 教育与电商的发展 部落的各方面都开始逐步成长 甚至许多部落的青年都决定回到故乡 发展文创与观光 许多外国的游客慕名而来 这个特别的部落叫做李纳 意思是我们一起走 大家一起往那儿去的地方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哈啰 哈啰 稍稍好 台北的长官闺听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凯族产业发展协会的李金龙女士长 那在这边非常荣幸高兴参与 这个支撑会四十周年庆的活动 那在这边呢 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屏东的李纳里的好茶部落 是莫拉克风灾重建的永久屋基地 那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重建完之后呢 就是如何在这个重建的永久屋基地 可以安居这一面 这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所以在这边非常谢谢我们的 支撑会经济部跟圆明会的计划 iTrack这样一个网路的建构 让我们的部落可以让世界看见 透过这样的一个透过制造会 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网路 也让我们很多 与相对极的一些我们园民的族人 年轻朋友们 透过在他乡可以透过网路 凝聚给了关心自己部落的长者 部落的老人家 那另外部分在整个网路的建设 对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帮忙 大概就是教育的部分 还有这个医疗的部分 让这个服务品质是提升的 所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部落体验 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推动跟发展 部落也透过自发性的方式 也延伸了部落很多 半日游 以日游 两天一夜 四天三夜的一些活动游程 包括塑期的部分 那网路就成为了非常重要 行销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再次谢谢我们资责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